大家好,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8月17号, 这里是纽约22期Alex 那么这几天啊,这个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 因为他没在奥运期间悬挂中国的五星红旗 那么自然引发了有心搞事性的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 这件事情起源于一个中国知名的旅游网红张教官 这张教官我们大概都比较熟悉啊 在德州啊,就那个停房车和那个大妈发生这个口角的这个张教官 这个张教官啊,在入住这个酒店的时候啊 发现了这个酒店大厅里面悬挂了多国的国企 却唯独缺少了中国的国企 其实这个事件啊,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啊 这就是有内线,是吧? 有人说叫做有内鬼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有人爆料提供的线索 然后他们根本就是有备而来 那么这个一般人啊,你try king的时候啊 没什么功夫去数这个大厅里的国企 这万国企有这个一百个国家,两百个国家 谁有功夫去数有没有自己国家的国企呢 很明显 有这个现任,有卧底,有台词,有剧本 那么这个张教官随后就在抖音发布了这个短视频 控诉这个酒店呢,拒绝悬挂中国的国企 引发了大量的关注 根据张教官的描述,虽然他这个是教官 到现在我没明白他是教什么的啊 是军队的教官啊,是空军的教官啊,是海军的教官啊 不理解 但是根据这个张教官的描述 他和这个团队特意选了礼拜天入住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 这个长荣桂冠酒店啊,是连锁酒店啊 差不多在世界各地,其实也没有多少家啊 应该是不会到十一家吧 在马来西亚,在曼谷,在这个法国 有这个连锁店 那么他们特意的很明显是来找事情的 在大堂里找不到参加奥运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五星空气 对此呢,他就到前台反应 表示说啊,中国在奥运会上 这个专业运动员的金牌的数名列前茅 但是这个酒店,却没有挂中国的国旗 显示出了啊,他的这个一些内心脆弱的心态啊 一般说啊,如果中国人在海外 表面上表示出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 但是实际上是显现了内心脆弱的心态 在这个前台的接待人员回答说啊 说这里是台湾人的酒店的时候呢 这个张教官表示 他们携带了相同尺寸的五行红旗 实际上呢,从视频中看啊 这个尺寸的五行红旗呢 也不是相同尺寸的,比较大 那么从视频中看 不仅这不是相同尺寸的五行红旗 而且张教官被告知是无权悬挂的 这点我们都可以理解啊 你在这个私人的产业 私人的生意,私人的场所 你去粗暴的干涉 这个进行这个装饰的这个活动 这是不合情理的 因为这些活动呢 一般都是由管理层来决定的 最终张教官和团队选择退房 实际上这是他们计划好的 就根本没打算住 随后这个张教官的团队还通过司机 所谓的联系到一位据称在酒店工作的中国背景的厨师 杨师傅说是中餐大厨 很明显这个县人就是这位中国背景的厨师 因为他展示了他的手机和管理层交涉的情况 也是说同样的事情 很明显他把线索提供给了张教官的团队 五星红旗根据这个杨师傅说 原本在7月18号就曾经被悬挂出来 但是第二天就被酒店的台级的高层只是剪掉 这个厨师还透露说酒店的入住客人 60%到70%为中国游客 这点我是不相信的 也许可能在奥运期间有可能达到50% 40% 但是根据后来的中层管理的经理介绍说 中国游客平时的平均入住也就是占4%到5% 这个张教官他计算了 他计算出在奥运期间15天内 就是在中国人身上说他狂赚了1200万 这点还是不相信 不需要刨掉成本吗 那么就在这个张教官的视频发布后 迅速在抖音上获得广泛关注 据说短短的8小时内就收获了将近百万的点赞 和数万的评论 不少的中国网民表示了莫名的愤怒 并且呼吁大家一起来抵制长荣桂冠酒店 那么有的网友在评论中呼吁各大的旅游平台下架 长荣集团旗下酒店的订房服务 这些呼声就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起哄和知识 自然为了生意在商严商 在这个事件发酵后 长荣桂冠酒店通过台湾的中央社回应 说酒店一贯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 致力于提供宾客尽善尽美的住宿体验 酒店表示说未来将继续努力提升服务质量 以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享受更完美的住宿体验 然而酒店并没有对五星红旗被撤下的具体原因做出解释 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权利 当然了到了奥运的尾声 这些万国旗是要被撤下的 截止目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和中国官方 似乎没有对这个事情发表回应 但实际上他们通过代理人已经有相关的回应了 在中国的多家的旅游平台上 这个巴黎长荣桂冠酒店的订房服务已经下架了 意思是说用下架的手段进行制裁行动 虽然有的网友发现 其实在境外并没有下架 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 酒店的信息也是中国的大小旅行社赖以生存的资源 这件事情我认为啊 这就和不久前一名所谓的中国的落魄网红 到日本东京的晋国神社去涂鸦放尿一样 根本就是一种网红通过煽动民族主义碰瓷来谋取流量盈利的手法 这个网红最后因为 也许是假装因为抗议没有被接受 愤而离开酒店 应该是他损失了预付的住宿费用 因为当天checking了 你的钱已经付了 当天退房 这个住宿费不退了 当然这个影片在各个平台上播放了上百万次 早已弥补了它的损失 并且提高了它的频道的知名度 但是这种随意的随时随地的大演爱国秀的操作 虽然能让小粉红们的虚荣心得到意识的满足 却是对所有中国人形象的一种严重的伤害 虽然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在境外已经没有什么形象 在国际社会上 只会引起大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更多的反感 实际上你是在给中国人丢脸 在这个举止投足中 这个行为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的玻璃心 一种外强中干的心态 一种虚弱大国的视野 并没有看到什么自强不息 而且还看到了这个潜在的 现行的政权政府 他担心不被世界认可的这个担忧 我们都知道在奥运呢 这个国际舞台上 中国处处明显的霸凌台湾的事实 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的认知 当然我个人十分理解 这个巴黎长荣桂冠酒店的做法 毕竟要维护这个私人 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益 当然下次出差 我会选择入住的酒店 而且尽量的选择长荣桂冠 当然我查了一下啊 这个长荣桂冠连锁酒店在美国是没有连锁分店的 希望他有也许会有自然就会支持 当然我看到这个台湾陆委会的发言人 叫梁文杰他回应说啊 说这个民族主义啊是太容易的 赚流量的这个好生意 但是如果借此干涉任何私人商业的这个行为 并不会让中国更伪诈 反而会让国际更反感 那么根据最新消息 似乎已经是证据确凿 去巴黎的台湾长荣酒店闹市的 啊中国的粉红博主张教官 似乎已经承认了 视频是经过啊 党在这个巴黎的统战组织叫做统复会的审核发布的 也就是说应该是中国的统战部 是这个本企啊 所谓的恶性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而这个法国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什么机构呢 不知道 似乎啊 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那为什么发视频 还需要它审核呢 如果它不是民间组织啊 那是不是就是代理人 是没有申请执照的代理人或者是间接组织呢 当然我们看啊 在8月16号最新的这个信息 据说这个法国的各个中国的社团商会联合召开了 谴责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不悬挂中国国旗的相关座谈会 在会上 各个有头有脸的商会的会长 对事件明确的表态 有人表示说 对这个长荣酒店恨之入骨 有人表示 要组织法律团队 对这个事件要进一步追究 当然了 我可以理解这个博主张教官他感到了压力 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旅行的这个都是在海外 那么我们知道海外的这个环境 对他的这个所谓爱国行为 多数是不认可的 所以他就本人公开了一张落款为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拍摄说明 也就是说 这个拍摄是经过协会的审核并允许对外发布 也就是说这个协会承担了未来要被巴黎长荣桂冠酒店提告的法律责任 因为这起事件是由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背书的 查了一下 第二 这个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它是在2000年的7月5号成立的 据说会长姓王 那么我来看啊 如果真的是证据确凿 我个人是希望支持这个长荣酒店提告的 在商严商只有提告你才可以维护公司的利益 特别是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多的连锁酒店 它的商欲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就是因为无端的所谓的视频曝光 无端流失了生意 无端损失了商欲 这个价值是巨大的 如果这是要在美国 很可能索赔超千万美元 这个是和政治无关的 在上海的长荣的桂冠酒店 是可以高举五星红旗 坚称和平统一的这么一个政策 支持政府 但是针对生意的损失 一码归一码 纯粹就是生意的索赔 那么很可能我认为啊 这个张教官啊 会成为被告 当然在中国的罪名啊 我们知道是寻衅滋事 在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无端的侵入到这个私人的这个物业中 无端的粗暴干涉商家的这个生意管理 那么由律师打官司 获胜的可能性超过80% 我同意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那作为这个著名的连锁酒店 特别是这个台湾的 这个有专业精神的这个连锁酒店 可以在中国大陆在上海高举五星红旗 支持中国的政策 但是在境外 该索赔索赔 该提高提高 打官司 是商业索赔 各管一摊 所以我们从这个短视频可以看到 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县人 很明显他是县人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视频的线索 就是由他提供 为了筹备八条例会 酒店大厂 前半半多国 你为什么没有中国国序 我不明白 我反对这种歧视行为 我可以往后面看吗 可以 您好 请回复我的不能接受 在 他找我谈话 在这谈话 他回复了 我们提醒您 酒店的装饰或布局 选择属于公司的管理和领导的权利 他没有 意思就是说 他不怪中国 国企是他的权利 酒店的装饰 与你无关 与你的职责无关 也不会影响到您的 劳动合同的旅行 因此我邀请您 关注于求房工作 不要干涉酒店管理 及干扰其他员工的工作 我作为外部人员 我们是可以看到 今天的入住 入住的客人的国籍 我这里很深处的 可以看到 他今天入住的 中国人的比例占多少 占了多少 可以达到百分之六 七十到七十 基本上就是中国人 到这里 然后呢 你看这个符号 美国家 在这一点啊 他又触犯了公司条例 他把这个生意的啊 这个商业秘密 向外人揭示了 这属于泄密行为 这又是另外一条 这个提告的原因 中国三百多个房间 中国 全部都是中国的 这个也是中国 三百四十八个房间 很多国家的 不是 他们都知道这个 他们都表示在一起 你们现在一个房间多少钱 这是五百欧一个晚上 那五一千五百四千 三百欧一个房间嘛 超级十五天 他赚了一千两百多万 谢谢 师傅 我们走了 好 感谢 谢谢 好 拜拜 他这个长龙酒店 到底是总部集团 不断挂国旗 还是他这个姓叔的 这边这个董事长 不断挂国旗 他说今天呢 找不到人 这边这边 你帮我们周围去问一下 是吧 周围去问一下 兄弟们 我们对于这个酒店 拒绝悬挂中国国旗的 这个事情很愤怒 我们明天再去酒店了解一下 我们去这个服务馆 我们可以怎麽样决定 我们要怎麽样决定 我们要怎麽样决定 发现个严重的问题 他真的没有决定 我们中国的国旗 我没想到送到你们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 国家的国旗挂 放心 你真的要拆掉了 我这里 我们去拿下去 我们的样子 就是故意怎么办 他都没有决定 那么就是很高 这个老师有国旗 他至少能不能在拍到之前 我们去拿什么 不需要 小姐夫 身边有这种 不需要 我喜欢 西共产品 和声營 一般的 这个鼓势 和鼓势 所以很可能后续的活动是特意组织的 是进行一些发延光大 实际上也是坐实了 但背后是有组织的 结果有实际上是召唤一簇 二簇 然后是一个古典礼礼 写选一簇 一个十两簇 和她共近一簇 不是一簇 这是一个池 的破茻 对 您坐那邊,我先坐。 由我們法國中國能統一出的會。 法國華人進出口相會,而我們之間共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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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到万国去的时候 没办法剪掉就行了 这种小工作不好 那长龙酒店要不要给你发一个道歉信 因为我道歉信不用做道歉 就给大家一个解释 是以前错误了还是 可能那酒店不是给他道歉信的 可能给他律师信 而且很明显这个视频后面表示说 这个主厨 这个县人 当然在以长龙酒店的观点来看 是属于吃里扒外的内线 很可能被炒了 所以他可能进行另外的法律诉讼 现在法国中国的合同会 也参与了这个事情 他们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会积极去解决咱们这个国旗事件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 未必也说话就行了 通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以让两岸和我们的同胞 大家能够更加紧紧的在一起 以前这个也是咱们更美的事情 家里本来的事情 说在外有一个事情 好过老过老公完蛋 不过都不完蛋 不完蛋没关系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 杨师傅这个工作打扎它 杨师傅的问题 多的问题 陛会长我们包装了一下 我们法国的强健 会给他更新一次 保护他的这个应用权利 那么再退一步说 我们全体法国的华侨法律 就是它坚钱的后退 我觉得咱们这个华侨还是非常牛逼的 不用你说这个话 早就把这个问题考得到了 法国华中华侨包括社统会 都是它最近这样的后退 走吧 所以已经看着 这个情况就是 如果采取这个法律行动 多半可能会输 如果是这个政治姿态上 为了生意体验 我建议是这个 长荣酒店进行下政治道歉 但是在生意上 进行这个法律提高 谢谢各位